老鹰不只会猎捕生物填饱肚子 就连空拍机也成了它的目标 一名基隆的空拍玩家 在使用空拍机拍摄的时候 亮度不小心被老鹰抓走 让它很错愕 还好最后空拍机都有找回来 没有造成严重损失 专家表示老鹰可能是把空拍机 当成了猎物才会展开攻击 老鹰飞滴靠近水面 随后伸出爪子 把海里的鱼稳稳地抓起来 准备饱餐一顿 但现在老鹰不只会猎捕生物 还会抓空拍机 拿出受害空拍机来看 只有镜头和机壳有抓痕 让首次遇到这种情形的空拍玩家 有点错愕 其实当下心情很错愕 因为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 他会定位 然后也是请人去帮我们找回来 他现在也还头好庄庄的 这名空拍玩家透露 使用空拍机时 有两次被老鹰抓走 第一次是2019年 在基隆海洋广场拍摄 当时老鹰抓的空拍机 就往外幕山飞 第二次则是2021年 在和平岛进行拍摄 被老鹰擦撞到掉落 还好事后空拍机都有顺利找到 但空拍机明明不是老鹰的食物 为何还会被抓走专家提出解答 如果刚好空拍机 又在它的槽位附近 那这些猛犬可能会有驱离 甚至攻击的前行 专家也说老鹰本来就爱玩 时称会与同伴抛接食物 不过这次玩上的空拍机 聪明避开螺旋桨 还好没有让自己受伤 这蔡郑就有报道